屏東縣潮州賽神蝦 原本預計今年5月份就要舉辦的 但是因為碰到疫情不斷的延期 終於在這個禮拜六就要登場 好不過其中有蝦農 花費了半年的時間 養住這麼一隻長達40公分的巨蝦 原本是打算今年要參加比賽的 但是等了等 等了再等 苦等不到比賽 加上飼養成本實在太高 四族在比賽前忍痛 把牠給吃下毒 掛腳一定會四十啊 我這差不多吃半年超過的 差不多七九月 這隻巨大泰國蝦名字叫巨巨 全長超過40公分 跟成年男子手臂一樣長 原本可以參加今年的賽神蝦比賽 可惜已經被吃下肚 你不曉得疫情它要拖到什麼時候 我們不可能一個辭職 那麼大就放那幾隻蝦 在那邊一直養 租金 電費 然後人力也不算 每個月你至少要多花個 兩三萬要 原本預定5月舉辦的賽神蝦 剛好碰上國內疫情爆發 活動一言再言考量飼養成本 四主只好忍痛把巨巨拿來祭武藏廟 當然是很可惜啊 那個已經花了很多心血 你量不能太多 而且它要訓你啊 我還是會繼續努力啦 不過隨著疫情趨緩 比賽終於將在這週六登場 從108年舉辦至今已經邁入第三年 是潮州當地盛世 一望比賽後還有專人烹調料理美味鮮蝦 有的吃又有的玩吸引民眾參加 今年的第一名也是去年的第一名 271公克 去年的泰國蝦冠軍重量值比300公克 其他參賽的泰國蝦身長至少都從30公分起跳 塞滿整個水漿 今年的蝦農們也是摩拳擦掌終於盼到比賽到來 今年本來預定說不辦啦 但是為了我們泰國蝦的蝦農 我們最後延期 希望我們今年的重量還有長度會更大 睽違已久的賽神蝦就要登場 究竟會不會打破以往紀錄 哪隻蝦子會勝出也讓人拭目以待 記得蘇世偉 評論報導